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我現在是在新千歲機場 終於到達了目的地 這個宮崎機場 真的第一次來 然後這邊的街景 跟這個北海道完全不一樣 好像 墾丁啊 有點像啊 南國風情啊 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我現在是在新千歲機場 我要回台灣了 不好意思跟大家開了玩笑 那其實我要坐飛機到這個 本週的另外一個城市 我的頻道終於接到我人生第一個 觀光業配 那比較殘念的是 他竟然不是北海道的業配 那我今天要坐飛機 要到一個地方中轉 然後中轉之後呢 才到那個城市 他今天做一個是單車的觀光業配 那我就麥個關子 在影片的最後才跟大家講 我可以到哪一個城市 那你就跟著我一起出發吧 那我現在到達了東京雨田機場了 差不多十年沒有來過東京了 不過這一次的這個目的地不是東京 我等一下還要再轉機 飛到日本另外一個城市 今天會經過三個日本機場 哇前面有一整台的ANA的飛機喔 這一區全都是ANA在使用的 然後這個是雨田航下的這個狀況 其實國內線還蠻多人的 在坐飛機的 因為離下一個航班還有一個多小時喔 所以我在東京雨田機場 點了一個咖哩飯來吃 本來廣告公司是安排我住在雨田一晚 因為廣告公司是東京的廣告公司 但是呢他們突然改變行程喔 希望我直接飛到目的地喔 不然我本來要去東京找阿倫和拍一集齁 就跟著阿倫一起去旅行 唱這一句 不會完全爭奪黃標我吧 如果被黃標我要訓練找你喔 呵呵呵 很殘念啦 大家在期待我下次來到東京齁 那可能再跟阿倫再拍一集 那我就吃我的咖哩飯了 終於到達了目的地 這個宮崎機場喔 那這一次的單車觀光的目的地 是南九州有這個宮崎 鹿兒島還有熊本喔 那這一次呢 三天呢都要騎單車 那每天要騎五十到七十公里喔 所以這個主辦單位啊就找到了我 第一次來到這個比較偏南方的地方啊 我覺得有點像那種墾丁的感覺喔 跟那個北海道的這個植物啊 風景差蠻大的 這一次因為路程騎的比較遠 所以主辦單位也希望我帶自己的假號車來喔 所以我帶了這個喔 我們的台灣之光喔 傑安特喔 從北海道啊這樣拖拖拖拖拖過來的 很有出國的感覺 現在坐上了Taxi 後面就是我的自行車 那我們在一起走 那我們現在上了快速道路上面 視野更好了 其實我一直以來啊 都待在北海道沒有踏出去過 這一次因為 風光的工作 終於踏出北海道了 好新奇喔 整個就是一個 落代的風光的感覺 殊不知現在北海道下著雪 我手邊有一個 很大的棒球場 正前方就是我今晚要入住的溫泉旅館 那也是廣告公司幫我訂的 我今天是提早到啦 他們都還沒到 耶 帶我來的電車也要走了 因為他們講的話跟北海道也蠻不一樣的 今天要入住的飯店 這一次的九州的觀光行程是四天三夜 那我每一天住的飯店都不一樣 那我是提早一天來 那其他的那個 Member還在東京 所以他們提早幫我訂了這一家飯店 所以這個旅程我總共會住四家飯店 那這一家飯店呢 我剛剛上網查 含早餐是 一萬一千六百塊 每天都開箱不同的飯店給大家看 大家未來如果來到了南九州 可以參考一下我介紹的這些飯店 那主辦方有給我包晚餐 所以價錢可能會再高一點 那我現在去Check in 泡個溫泉休息一下 準備要吃晚上的這個晚餐 我相信晚餐應該非常的豐富 應該有宮崎黑牛吧 在還沒有弄斷這間房間之前 我先開箱一下 那是一個Semi Double的床 然後一個房間不大啦 好像比較小型的一個房間 那看起來這個飯店也比較舊一點 那我進來的時候有一股煙味 可能日本早期這些飯店都有在抽煙 但是呢 景是非常的棒喔 從這個房間看出去 哇 一個整個南島的風光耶 那據說這邊衝浪也非常的有名 然後趕快把夾到車 裝一裝喔 要出去先散步一下 工作最重要 趕快把夾到車組起來 好懷念啊 剛才飛來到創業是要做單車旅遊的 好一陣子也沒騎單車了 OK搞定 那這附近有一個青島神社 那我過去那邊晃晃 去測試一下這個腳踏車 這個功能 是否都OK 畢竟是拿錢出來拍電 不容許有任何錯誤 啊 好像 墾丁啊 有點像啦 畢竟我在北海道待太久了 一直都是北國風情 難得來到這一個 南國風情啊 那我現在騎單車來到這一個叫做 阿歐西馬 然後再往前騎一點就可以 到一個 阿歐西馬神社 青島神社 它那個神社是注意在 應該算是海上的 等一下帶大家去看一下 然後這個海岸邊啊 非常多的人在衝浪耶 然後看到好多人頭 大家都在等這個浪過來 然後據說啊 剛剛那個計程車有跟我講說 這邊有辦過這個 日本的衝浪大賽啦 所以這邊是一個衝浪愛好者 非常愛來的地方 喔喔喔喔喔 有一個人 站上岸那個浪頭了 哇 好帥喔 那我們就騎單車過去 看那個青島神社了 那今天是禮拜天遊客非常的多 然後這邊的海岸很特別喔 好像被這個海浪侵蝕過了 然後這個石頭啊 很像這樣一波一波的海浪 整片都是的 有讓我想起了台灣的東北角 好想回台灣喔 好啦 不要再插題了 前面就是青島神社了 我們現在穿過了鳥居喔 這個就是青島神社了 座落在海邊的一個神社 因為我是突然來拜訪 我沒有做什麼功課喔 大家就加減看一下 You are on YouTube You too now 哈哈哈 Thank so much 神社裡面有一個叫做 鴨舊宮的喔 應該是可以拍攝啦 你那不能拍攝的時候 就有人會來當我 好有南國風味的這個神聖 又會寫一個 想趕快早點結婚 小洞 幫忙 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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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燙 小洞 小洞 在這裡 髒 小洞 是 這個就是工程牛 我回到飯店想要他們的這個套餐 他這個牛肉市這邊有名的工程牛肉 然後看起來他這個油化的分布就非常的漂亮 來,先吃一塊囉 工崎牛 那這個日本的飯店晚餐這個 如果只要是套餐的話 他的擺盤就非常漂亮 然後樣式也非常多元 這邊有生魚片 然後有燉牛肉 然後還有這個烤牡蠣 還有一個蒸蛋 還有一些小菜跟蛋糕 那看起來都非常的好吃 剛剛這個工崎牛啊 好吃啊 就是整個這個牛的味道非常的香 然後肉的這個嫩喔 那之後明天開始我就要去這個 宮崎 鹿兒島還有熊本村單車旅行喔 大家期待我之後的影片喔 那我是北海盜女婿 我們下個單車影片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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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